有請90後音樂鄰居人物吳莫愁帶來信天游 我擔的動 我的動 山山口 墜逐流失的歲月 кую煩衝蠻穩的山虎 不見我的頭片 我在別動 孝清天 走開自白群的缺潮 反雨有人既準的有 无论什么都被改变 她也听过我的歌 笑歌亲过我的脸 什么花开花又落 一遍又一遍 大雨留下我的梦 青天又拉走我的情 天上星星天天 四年到永远 只要我一个快的人 将爱的未够的赛 不给你混到自己的 想让我心里放过来 这叫不算放 别该流动不断 起来负着什么都 现在急着它下雨 闪得开花火一滴 只会感觉你开的云人哭声 我心里这个风格不清晦的照片在 但是看着我为你人要变得很像 导演啊 我不会呀 评审啊 我不会呀 新天又 我不会呀 还有谁能不会 要代表我小朋友在一起 这种新歌生而今年的部分来 这种新笔笔素 怕早上是我们财富 一传承下去不用跟我说不 我太懂得像晴天 走失人去的从前 白云拥有尽致的有 什么都没改变 大眼睛过我一个 小歌起过我的脸 山满的花开花又落 一遍又一遍 大眼留下我的梦 新天又来走我的气 天上星星一片天 思念到永远 你能卖一遍又来val 参差你 我爱我 我爱你 拥下你 向前走 往前走 我会 我爱你 默默的答案你 往前走 往前走 我会要 一起唱 大雨听过我的歌 笑和气过我的脸 山南的花开花又落 一遍又一遍 大雨留下我的梦 今天又带走我的气 眼省心心一点点 思念要永远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周深 与第二季OPPO 中国新歌声的人气学员 叶薛青 联手带来巅峰之夜 加油助阵哥 从前慢 从前慢 加油助阵哥 从前慢 中文字幕提供 大家诚诚恳恳 说一句 是一句 情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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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架 长街黑暗 不信任 买豆浆的小鞋 冒着热情 从前的天 从前的日色变淡 从前的日色变淡般 车满 油箭都满 一身只够 爱一个人 从前的梦 从前的梦 从前的梦也好看 从前的梦也好看 要是竟没有样子 你锁了 人家就懂了 好 好 好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折磨又剪刀满 一生只割 爱一个人 从前探索也好看 要实际没有样子 你锁了 人家就懂了 记得早先说年时 大家诚诚恳恳 说一句 是一句 这个夏天 全球华人共同瞩目的电视音乐真人秀 中国新歌声再次掀起华语乐坛的音乐风暴 战旗飘扬 战车冲刺 全新原创的模式 独具中华文化各色的赛誌 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学员 让这个舞台 真正变成了华语音乐人 向世界发声的地方 在这个夏天 最应该被我们记住的 是我们所有的年轻的音乐人们 展现出来的才华 他们生活在中国音乐 与世界音乐交流的年代 他们提供了 未来音乐的很多的可能性 每一年我都在寻找 我的地表最强战队 无论是爵士 还是老舌 还是情歌 还是摇滚 甚至是B-Box 这个舞台上最有趣的 就是音乐上的包容性 对于一个歌手来说 最重要是用情感去打动观众 登上这个舞台 就是用音乐去战斗 去表达自己内心 最真实的情感 今年最让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在音乐上的反哭归争 许多伟大的表演 都来自于内心 深处的纯粹和安宁 它是复古的 也是现代的 它是经典的 也是创新的 无论是内地 香港 台湾 还是遍及全世界的 华语音乐 都在这个舞台上 绽放出独特的光芒 对于一个新人来说 最重要的历练就是 将那些华语乐团的 经典流行歌曲 用你自己独特的方式 去重新演绎 每个人的生命 和情感体验 都各不相同 因此也会赋予 同一首歌 不同的个性色彩 发现每一个 不同的音乐灵魂 我想这可能就是 中国新歌声 这档节目 最重要的价值 就在今晚 历经整整一个夏天的 歌唱与较量 五位代表各自 导师战队的学员 将迎来本季 中国新歌声 最后的决战 扎希平错 他把来自家乡的 民族音乐 和多元化的 世界音乐 做了非常巧妙的融合 这也是他 最与众不同的地方 这是我有生以来 第一次在 这么大的舞台演出 我已经做好准备 我会把这里当成 我们家乡的草原 在天空之下 自由盈盖 叶小月 我非常期待 她独特的歌声 希望她能够表达出 现在年轻人 对音乐 对生活的态度 叶小月 就是有型 就是帅 就是酷 可是中国新歌声 有史以来第一位 站上鸟槽总决赛的 饶舌歌手 我将会拥有自己的音乐 释放出我全部的力量 有很多人都说 郭庆明是今年的一匹黑马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 她的演唱风格 就是 气人 心品 音乐是表达情感的 最好的方式之一 我会一如既往地 用我最真诚的态度 安安静静地去唱好 今晚的每一首歌 董之彦是今晚所有宣宗 最年长的一位 因为有非常多的人生历练 我觉得她能够把爵士乐 唱出那种 等到风景都看透的韵味 我就是想要把我最喜欢的爵士乐 唱给所有的人听 今晚就是实现我的梦想的一次演出 我会拼尽全力的 肖凯燕是一名 与众不同的R&B歌手 在她年轻的外表之下 藏一个老灵魂在其中 今晚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会带着Eason 对所有学员的音乐梦想 走上鸟巢的舞台 我会让我的导师 为我感到骄傲 五位风格各异的学员 将带来五种不同音乐类型的 交流与碰撞 究竟谁将摘得最后的桂冠 第二季OPPO中国新歌声的 巅峰之战即将揭幕 让我们共同聆听 这个夏天最值得被记住的声音